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尋味 敬喉帶你舉報 我美食為懷親中 一開燦一人都希望 開燦一班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吃到喱喱了 我愛翻尋味 關Sir,拍金筷子 你為甚麼在這裡 立即在這裡 從未今晚美食無界 今天帶你來到十浦 老西關小姐 我是東山大少 其實這裡的環境 為甚麼今天要跟你開場 因為很罕有地 有一個這麼美的泳池 特別是在西關 當然,我們今天不來看泳池 待會一段影片 有很特色的西餐廳 很特色的房間 很特色的中餐廳 但我知道這裡有很多老字號 廣州柳家 有蓮香樓等等 這裡有甚麼可以驚喜到我 我告訴你,等一下 介紹George的形式 他在四面圍城的情況下 如何應付四名高手 我們就進去吧 好… 我們來到這個既傳統 但又時尚的地方 我們這裡的餐廳師傅 一定會做一個很不一樣的菜 給我們吃 韋師傅,我們今天要做甚麼菜 香茅角,綠線魚 綠線魚是否這個 很特別,是甚麼魚 深海 我知道它是阿拉斯加的綠線魚 對… 它就生活在太平洋的深海魚 我們還有甚麼材料 香茅、蒜頭、薑、香蔥、芫荽 芫荽 芫荽 這些蔥 像B劑的汁醬 B劑嗎?裡面有甚麼嗎 蒜蓉、紅蔥頭 切碎後煉香的油 再放豆豉、響鮮醬之類 總之吃到有一種甘香味 這個肯定是靈魂醬汁嗎 對… 那這個呢?這個是甚麼 聞起來很香 對,甘不換 這就是甘不換 甘不換 它有點像薄荷的味道 有一種很爽口 然後後面有一種… 清新的味道 鑊已經燒焦了,不如我們開始煮吧 首先,放些油 爆香的材料 出這個,它有香味 一定要有少許大火 因為蒜頭和蔥 一定要吸收那種味道 已經很香 然後再放這些 把味道出出來 然後放在蒜頭的味道 蒜頭的味道 那種味道就很棒了 真的全靠這個料頭 爆得這麼香 令魚更加香 所謂的靈魂 然後放這些 甘不換 對,沾上去 這些 鼻製… 鼻製醬汁 就靠這個 這個下去 即時已經香了很多 其實只這樣做 賣相就已經很漂亮 然後再煮一個 焗多久 兩分鐘、三分鐘左右 差不多了 香口已經入出來 那種味道 是 George,這本是甚麼 綠鱔魚 綠鱔魚 阿拉斯加綠鱔魚 還有用金不換 來… 嘩… 來… 我真的聞到很香 嘩… 這條魚好像很特別 原材料是來自阿拉斯加 北太平洋的 即是深海裡面的魚 其實每次吃深海魚的感覺 就是它的肉質是特別緊實 而且魚味是特別鮮的 我覺得這個蒜子很好 用薑的味道 很多時候師傅 還沒拿夠蒜子香和薑的味道 之後 不讓它焗魚 變得很輕微的香味 這個剛剛好 而且蒜的香味和薑的味道很重 夠大了嗎 對 而且它是用金不換 加了這個香料 我覺得它是非常清新 它有點像薄荷的味道 所以它很好 可以剔除了魚的腥味 連鳥頭薑和蒜頭都吃完了 這個… 我們做餐飲 最重要的是 魚果尿頭吃完 這個隨時就是一流 剛才你說到它是深海魚 我就覺得… 我初時如果你不說 我只會覺得它像多寶 但我吃完之後 發現它的味道 肉質比多寶會實一點 味道濃一點 多寶就會過分滑漏 其實不是那種口感 因為這個大粒的蒜、薑 我們叫粗 粗料 不是說它是軟的 那這個料的味道 這麼濃烈出來的話 如果那個魚太薄 或者太滑 是相當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六線魚 我覺得做這個做法 師傅在那個… 試了食材之後 做一個技巧上面 它是給魚做得非常好 Georgia 我們吃了這麼漂亮的魚 我想在這裡走一走 不如你帶我去看看 這裡有甚麼特色的東西 好,我帶你走 Georgia 你們這裡真的很有特色 就是西關的風情建築 對,其實這些是騎樓 這個酒店成形之前 全身是清明雞飯店的舊資 到一輩的廣州人 西關的人都知道 一定知道 樓下附近,後面是帳下九部人 這裡附近也有很多老子號 有,連香樓、土土居 廣州酒家 食在廣州、味在西關 西關已經承載著很多人 這個美味的記憶 沒錯… 和你們餐廳的設計 其實花了很多心思 對,其實這個有點像 滿洲窗的效果 把彩色玻璃的效果 其實就是滿洲窗的效果 這個叫做滋味本 有滋有味 是,傳統一點的 它做地方特色的菜 有北方的、南方的 四川的、辣的、梅辣的 有上海菜 不同季節,我們會做不同的菜式 餐廳其實想它 給一個開揚的狀態 坐在那裡的人 其實吃東西比較舒服 是 彭哥的香味飄出來 引到客人說 有煎味,有東西吃 這個是錐嘴 西餐廳 錐嘴是一種料 寓意就是多吃點好東西 多吃點好東西 我看你們也很特別 把食材陳列在上面 其實都是真材實料 只不過我定期換 有些外國人就是拿起來 早吃 所以我們會做標誌 這是早吃的 各地的人都很喜歡中式元素 但他們來到旅遊 你會照顧他們的飲食 沒錯 有西餐廳 我知道你們這裡 除了中餐、西餐廳 當然很有特色之外 你們的房間真的很特別 對,我帶你們上去看看 好 走 酒店的房間 附嶺南文化氣息 根植於廣州西關 融合建代元素 打造具有鮮明特色 獨一無二的舒適體驗 好,各位金錢袋 首先鮮蝦、香芹、肉膠、芫荽 打起膠 接著我們包好 包好之後拿鍋來炸 大概45度至50度之後 炸到金黃色之後 這道菜基本上就可以了 你看看這個金鮮的造型 班Sir,你看看它像甚麼 我覺得它像布袋 通常名稱的,我們做這行業 多次看甚麼 布袋… 金錢袋,它叫做外形 它是金色的 就像一個荷包 上面的這個好像是紫菜吧 對 入口是香脆的 它這個皮炸得很脆 然後裡面是有鮮蝦的 那些蝦就非常彈硬 而且這個口感是非常豐富的 因為剛才師傅炸的時候 油溫是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一口下去 它的皮就立刻就形成了一層脆脆的 Gorgy,我覺得這個福袋 自己是非常好 剛才我發現蝦沒有汁 師傅炸的時候 做這個時候 那個技巧也很好 那個蝦很新鮮 二來它的香菜 那些芫荽 非常好 突出這個酥皮 炸出來真的不足 其實這個是甚麼皮 師傅好像有提到 一個黃皮 然後有一個… 黃皮 即是苦皮 在裡面那層 即是黃皮在外面 對 比起大廈 整個大廈 剛才我告訴我 外面是黃皮 裡面是苦皮 那為甚麼能做到這麼多汁 就是因為它先在蝦裡 包住了有汁的餡料 再做一個網 在這邊炸的時候 就外脆內斂 對 現在就是這麼薄的網 就會穿 所以這就是師傅的智慧 而我們做越彩師傅 他利用到很多食材的特質 細節 去配合自己的內斂 才演繹到一個原理 讓我們在香港裡面 這麼鬆脆的東西 為甚麼有汁 就是這樣 所以我身邊這位 是Wuco酒店的餐飲總監 George 你好 其實是這樣 我認識你有一段日子 你做這行業了幾年? 我做了30年 這麼年輕 30年? 我終於知道為甚麼 你這間酒店做總監 因為這個酒店的位置 就是我們叫上下九 現在這個位置 我一聽見你說來這裡 我就覺得 George想挑戰四大金剛 因為這裡有四間店 就是港德酒家 是 有香菌 有暖香樓 有暖香樓 逃逃居 被人圍繩的情況 其實都是參總監 你會在餐飲方面 用甚麼招式對他們 其實每間酒店或每間餐廳 都有具具特色 客人都有不同的客路、客源 做餐飲 其實用心去做 保證食材的新鮮和安全 我覺得就足夠了 你用心去看客人 用心去做出品給客人 那些客人會認同你 但我就這樣 在菜式方面 你當然有些不同 我試過你的雞 你的雞鬼 給我的感覺就是雞質夠 雞身很好 但最重要是甚麼 師傅用炸薑蓉 做了一個半點 原來又給新鮮的薑蓉 又繼續給它吃傳統的味道 如果甜的炸薑蓉 是味道較濃烈 如果傳統的浸泡我們用油滾 炸薑蓉 就地道西瓜味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品嘗 一個菜式品嘗到兩種層次 接下來就有我為大家做一道菜 不過當然是在阿偉師傅的指導之下 師傅,你今天要教我做甚麼菜 龍蝦湯浸深海燕羅 我們先看看材料吧 深海燕羅,這麼涼重 那就要有這麼多肉 那我們是怎樣做的 首先,龍蝦湯一斤多 那種蝦慢慢熬 即是大龍蝦不同 對,慢慢大火熬 起碼10至20分鐘後 慢慢收小火 20分鐘左右 然後龍蝦湯慢慢出現 真的很濃郁 待會我們操作的話 是怎樣做的 首先要打開火 這個湯已經出了蝦蓉味 慢慢煮滾湯後 放了材料 我們要先放甚麼 首先這些 蘆筍加芋絲 放進去 首先放進去 這個是蘆筍 還有竹生 還有這個是芋絲 放蘆少許之後 慢慢煮它浸熟 要浸多久 一分鐘左右 一分鐘左右 因為蘆筍要先進熟 其實放蘆筍和竹生的作用 可以令這個湯的口感更豐富 對… 好,這樣已經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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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墊底 打開一點 先放芽菜 因為芽菜可以墊底 可以了… 好,放在表面上 然後要加我們的主角 拿片 放幾塊 三塊 一、二、三塊 我想多加幾片 可以嗎? 任君選擇 好,要多加一塊 真的 平常來說,這個已經可以了 就行了 因為想拿片來說 剛剛拆下去,爽口、彈牙 放下去會有一種軟軟的 這個時候就最好了 即大概10秒就行了 那差不多了 好,這樣就完成了 是,然後放龍蝦湯 好,加上這個龍蝦湯之後 就大功告成了 龍蝦湯浸三個可言就好了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你嘗嘗這個 真是我做的 我剛才已經說了 如果這個有醜樣 是不是你做的? 好吃就行了 有道理 其實它是… 我剛才做的時候 賣相都很漂亮 我已經放了 對 這個就是龍蝦湯灼響螺片 很大塊響螺片 那塊龍蝦湯真的很鮮 你可以吃得出龍蝦湯 是用蝦肉和蝦殼 煮足45至1小時熬製而成 其實金筷子也吃過很多 不同版本的龍蝦灼響螺片 但是這個湯給我感覺 它真的特別濃郁 這麼高評價 是否因為你煮 所以這樣說 你不要詐欺我 當然… 真的不是 煮湯裡面 那種… 我們叫做油順 真的不錯 不過螺片剛熟 我最欣賞的是什麼 那個絲瓜 真的八成熟 簡直爽得來 有一點原始的菜味 海鮮吃完之後 你口中再加一個絲瓜 我們叫媽媽做你 就有銀牙 索色聲 就算吃完螺片之後 你再把銀牙像魚翅一樣 吃進湯裡 你覺得簡直就是吃一個素翅 又有益 層次的豐富 所以George和徐司在設計的菜裡 就要想很多不同的 我們叫做互相衝突的東西 口感比較複雜 層次比較厚 比較多 就是這樣的原因 是 火焰牛肉粒 牛肉粒慢慢煎香之後 再放這些地製 蝦椒汁 經過和頭慢慢煮 包含著牛肉裡面的味道 煮好之後再放在鹽裡面 為何放在裡面呢 會保留著那種異道、香味 再放些爪下去 很好吃,又很好看 火焰鹽燒和牛 看來它之前也有火焰過 火焰火 來… 既可叫做鳥 咁很有趣 Commission 有種裝置 沒想到 psi 稍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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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